大家好,欢迎收看孙子事发 I'm a Nick Cafe的孙子事发,我是孙雲喜 今天的节目和上集差不多,分几部份 第一部份先谈谈大事的情况 第二部份先谈谈热门的犯法,哪些特别当炒 接着先谈谈突破股和博反弹股 最后一部份是问答环节 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留言 知无不尽,言无不实 先谈谈市场,市场其实也不太大方向 前日升过去24800点的水平,高位是24829 低位也是24635点 其实市场高低位是200点左右 跌过下,升过下 最后全日跌7点 售24725点 成交继续平平淡淡 1030亿 昨天是1100多亿 但其中占了不少来自批股上版 所以今天和昨天大致相弱 这几天仍然是1000亿左右的成交 电视的上升动力就不是特别强 当然下电动力也不是特别强 反映投资者入市的意欲 就不是太强 为什么呢? 可能和暴风雨前直也好 或者大事前大家 就比较审慎一些有关系 因为 今晚联储第二天的会议 会宣布 就有意识的结果 虽然大家对今次的会议 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 期望 以致 成的 因为 大致都估计到 联储经过上次 杰森浩议会议后 鲍威尔说 把通胀率 目标 改为 平均通胀率 换言之 大家预期 未来一段时间 他也不会加息 加息 之前 估计是五年都不加 最新的说法 市场共识是2023年 2023年 还有三年 换言之 未来三年 联储局的公开市场 会不会 除非很大的情况出现 令他 进一步 量宽 或者再出其他招数 例如摆股 现在大家经常说的 控制知识率曲线 那些 如果不是 可能 也不会 特别多说 特别是 今次的会议 美国总统大选 之前 最后一次会议 所以正常都不会 特别 多说 第二 除了联储局之外 很多央行都会 意识 包括欧央行 大家都关注着央行的动向 因为 毕竟 环球股市由三月低位 冲上来这阵 主要都是靠央行 一个大水猴 不停大水猛灌 让全球的资产价格 股市又不停上升 金又不停上升 很多都会上升 都是跟 央行的大水猛灌 有关 央行的决定 很大程度 是左右着 市场人士对后市的看法 所以 联储局 今晚凌晨会有结果 其他央行的周四 都会继续有 公布出来的情况下 所以不大动 也是很合理的 加上 美国的情况 美国 最近 比较 微妙的形势 一方面 看起来 最近的动作 不是那么多 特别是 关于中美 中美的 斗争 或者争拗 没那么强烈 整件事 由到尾都是主要在美国方面挑动 如果美国不挑动 争拗就没那么强烈 近几天就没那么强烈 但会不会 在未来这两天 又会 易切花呢 大家 可能都要小心一点 那市场 突然间 静了 没什么信心 炒上去呢 可能 跟美国的情况 有点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 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 最近 都经常被人骂的 为什么呢 一本新书就说 其实 在今年年初 已经知道疫情 很大件事 就是 他直接对着 记者说 录音的 说这件事很大件事 他就专专 就 低调处理 就是 低调处理 一出 全国哗然 不断大骂 雷鬼死人 咦 雷死人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 在访问里面 说 这个死亡率很厉害 比一般的流感 不会的 所以 大家 亲口 听他亲口说 自然 就不断批评他 这个 就会让特朗普 因为这样的压力 又要转移一下 第二个和疫情有关系 就是 不觉不觉 美国的死亡人数 终于 大家都在等着 什么时候 突破20万 这个大关口 终于 今天的数字 就突破20万关口 突破20万关口 畢竟是一个重大的 心理关口 会不会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令到 他突然觉得 疫情对他打击 好像 象征意义又高了 又要做些事 所以要留意着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 美国对中国科技股 或者科技企业的打压 今个月中开始 新的阶段 比如华为 正式断供芯片 TikTok 本来是deadline的 15号 不买就撿你一粒 说到 闪你门 现在 够钟了 怎么处理呢 之前 TikTok 跟甲吉文 谈好了 但他谈出来的结果 就跟之前特朗普说的 不太一样 特朗普说 全部都买了 原买就撿你一粒 现在又不是这样的 有合作的意味 或者入股的意味 并不是 将所有美国的业务 即是TikTok 卖给美国的业务 特朗普收不收货呢 特别是现在 这个情况之下 收不收货呢 因为刚才说了疫情 又麻烦了 昨晚又被世贸 对中国 开征2000亿关税 是违法的 四面坐高 突然间 特朗普 会不会 这样的情况 激一激 令到他 有新的动向 所以呢 这几天 比较平静 就是中美的情况 会不会 随着 刚才说的几个因素 出现变化 令到 又再起波兰呢 特朗普加上 蓬佩奥 两个又出来 做些功夫 来转而视线呢 所以留意着 今天港股 或者近两三个港股 是比较静的 可能都会和这个 有点关系 现在看来 这情况 大家都在等着 直至 出现突破 才会有新的方向 因为现在 港股 恒生指数 也是 这几天 几次下市 试不出 没有跌穿 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24,100点 我在这个节目 都多次提过了 24,100点 在密集区的底部 多次都不穿 好像低位有点支持 大雨时同时 他推上去 又穿不到上面 上面 有什么重要的位置呢 主要是20天线 50天线 组成的 一个阻力区 20天线 现在站在24,946 50天线 25,034 其实都很近 中间还夹着 25,000点的心理关口 在高位 有点阻力 低位 就有支持 所以区间里面 上落 配合刚才 说的情况 很多不明两元数 暂时未知怎么办 所以 不敢大手 做事 不敢大手买 不敢大手沽 令市 就牛逼逼 直至 出现方向 在这情况之下 进入第二部分 说一下 因为市 都没有特别 方向 成交又缩 投资者 特别是 引起 大的投资者 怎样都可以 找东西买 那买什么呢 最近 板块 板块 受到大家 追捧 其中 比亚迪 最近 比亚迪 两只股份 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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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100元 比亚迪 比亚迪 电视 今早也很劲 不过后 就跟不了 回来 这是比亚迪 电动车的情况 令大家有点憧憬 不竟 Tesla 之前有几天 不断铲下去 跌得很恐怖 但是 反正就弹上去 形势 好像不太差 加上 9月22日 有个 比亚迪的日 对不起 特斯拉的日 说一下电池方面 现在 市场估计有几个 核弹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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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弹级的新的宣布 说到一些电池很厉害 包括 100英里的电池 可以用到 有几样东西 有不同的材料 做出来的电池 四样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多多少少对这些公司 新能源汽车 以及电池的车 都有一些 推动的 起码 气氛 利好一点 所以今天 比亚迪 两父子一的 升之余 其他 汽车股 今天普遍 靠稳 有些向上趋势 第一个就是 汽车的 很厉害 第二个就是 内需 内需 大家都 持续 自从好几月 前 说内循环 市场越来越关注 这些说法 连外媒也有报道 中国早定这些功夫 准备一旦 和美国进一步 关系转差的时候 就用内需 或者叫内循环 顶着 内循环 就拜托内需 以至 由内需 带动一连串 内部的生产 所以 近期内需 一直都受到 市场关注 息逢 未来 不久的日子 一两个星期左右 今天十几日 过多两个星期 就由中秋 由 十一 黄金周 加上八日假期 那么多 现在市场普遍 预期 中国就会出现 报复式消费 所以大家出去 到处玩 到处 特别看 昨天的数据 发现 8月份已经不错了 零售销售 已经由之前 负0.1 到现在 增长了0.5 换言之 消费力 内需的能力 重新 点燃 再买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適逢 铛说了 8天的长假期 会究竟怎么样呢 所以最近 内需股 成为一个重要的 大家买卖版块 喝喝吃吃那些 普遍上阳 衣服鞋 甚至 这些子业股 今天都升得很厉害 所以 内需是一个重要的 板块 当然 说到内需 不得不提 航空股 我上次节目提及 航空股 势好像是向好的 其实今天坚持都是 几只航空股 以至机场股 都是 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航空股一来 内需 现在是报复式消费 或者是报复式旅游出现 报复式旅游 搭飞机也搭多了 对航空股有利 加上 人民币 坚持着很厉害 人民币汇价 刚才进来 查询了6.77 一美元对6.77人民币 持续在做一年的高位 人民币 持续比较强劲 这个肯定 对 持着 外债的公司 是有好处的 所以 航空股 都是因而做好 加加买买 所以 内需 最近是比较强劲的 主要是这几个板块 当然新股 相关的板块 都是 受惠 打新 仍然是 现在 最有兴趣的 股 投资类别 因为 最近打新 普遍都是容易 赚到钱 当然有个别 不可以 例如百姓 不可以 重磅 太厉害 其他打新 普遍都有 几千元 执下 手来计 所以 仍然是 会受到追捧 今天 有些 新股 都是 开始 有个 大家有热烈的 气氛之下 软件股 有来着一只软件股 会有新的软件股 大家要留意着 明圆云 留意着 有关的股份 都会受到 大家 最捧的一只 快递股 也可能 令到其他 相关的股份 都是受惠 所以板块 就是说刚才 这些重要的 都是今天 成为投资者 主要落落的 股 板块 第三部分 在市里这么安静 刚才也说了 大市比较安静 大家玩板块 有什么股份 可以和大家 说一下 如果说股份 表题 有两个字 突破股 反弹股 如何选择反弹股 和突破股 这本就是 小弟的 作品 都出了一段时间 都 都 不要说那么多了 给大家看看就算了 免得说 卖广告 那怎么 选择呢 我选择了两只股份 和大家谈一下 按照 技术分析来说 有些 有机会 可以 留意一下 其中一只 如果有经济通 最好 如果有经济通 如果是 在 上网 特别 在 不是手机上网 如果是 手机上网 也好 如果是 开网络 一起看一下图 就更加容易 不然 你就要听我说 你自己想象一下 如果可以看图 可以开经济通 来看看 经济通 第一只可以大家输入 173 173 就是 加华国际 其中一只可以 大家可以 抠一抠的股份 最近的市场 原因 就是大股东近期就不增持 股份来说 大股东增持 这些消息面 就有点刺激 另一方面 他单看 图表分析 都跟大股东增持消息 有点配合 如果大家开了图 就看着 今天就做上去 去到三五八六几 已经破了之前 密集区 密集区 3.73 今天破了上去 成交 过去的三天 都一直上升 所以 这些股份 如果按 小弟的这本书 里面说 三个买日法 一个 突破买日法 一个博反弹 一个偷步买日法 这个是什么买日法 如果聪明的网友都知道 这个是突破买日法 如果有小弟的这本书 不妨揭开 150页 150页 就是说 如何突破买日 突破买日 突破了重要的阻力位 就顺势 后 现在 173正正是突破了 之前刚才说的 三个七五几 这个密集区的顶部 破了上去 然后突破买日法 就可以跌一跌 跌一跌 升了上去 就出现突破 再进一步向好 现在起码 你看的样子 如果过去半年 这个位置算是高的 如果再看长一点 那应该是三个八毫 他重要点的阻力 应该是4元左右 4.12左右 换言之 在这个位置 如果突破买日法 你再冲上去 就有力 有条件 或者 去到4元 或者4.2左右 换言之 今天 突破了 更加稳妥的 就是如果书里面都看过 可以趁他 出现回套 一个回事后抽之后 吸纳 就拼他 就冲上4.2 那止疑位 或者什么 就很容易放的 放在什么位置 最贴的 当然 就是之前 突破的位 就是突破的阻力位 阻力变支持 3.7路3 如果 3.7路很近 很贴 很容易中 就是这样 可以放在3.5 3.5 算一算 穿了3.5 就止蝕 不然 就拼他 就冲上去4.2 这个 就是突破买日法 所谓的标题上面 突破股就是说这个 另一个就是 反弹股 拼反弹股 拼反弹股 如果有小底本书 可以揭去 应该是 90页 90页里面说 就是拼反弹买日法 拼反弹买日法 有哪一只是 拼反弹买日法呢 就是 604 深 红 深红 今天 也有升的 成交率是增加的 突破了10天线 20天 50天都破了 不过破完之后就下回来 他单体的走势 就没有刚才1735 1355 就穿了阻力位 他又不是的 叫做穿了一个 下降轨 近这个月形成的下降轨 但是 就不至于是太英俊 但是他就符合 这些 拼反弹买日法的 条件 是什么条件呢 就是他逼近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重要支持位 就是之前做出来的 就是7月前做出来的 重要支持位 过来的支持位 是两个三毛半左右 逼近两个三毛半 就 站稳 反弹 现在反弹了两个四毛级 换完之后 考验了 前浪底的支持后 出现了轻微的反弹 所以 可以是 符合了拼反弹买日法的条件 所以与投资者 对这类股份有兴趣的 其实 风险是相对易计 因为两个三毛半是重要支持位 穿了就是计数 至于拼反弹来说 你预计了 风险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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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了两个三毛半 就可以计数 买完之后 穿了三毛半 计数 但是看什么呢 看前浪顶起码 都差不多两个七 两个七 大家留意着 都是几毫子 一毫子 薄几毫子的情况 今天就说了两个 拼反弹 以及突破马亚法的 股票 给同家 参考一下 到了第四部份 看看朋友们有没有股票 想大家研究一下 其中一只是中国人寿 什么位买入 中国人寿 最近内地的金融股 比较弱 比较弱 今天中国人受多热跌 跌豪几指 跌幅就比大事为大 看到之前 冲了上海一阵 去到20元之后 慢慢回落 走势一般的 软软的 哪个位买入 不妨 等一等 让他考验了 最重要的支持位 最重要的支持位 是16.5 前浪顶支持 会不会去到这么低呢 暂时 最重要的支持 初步的支持 是17.8 左右 所以 投资者如果有兴趣 对股份有兴趣买 就在介乎 刚才说了 16 16.5 至17.8 之间 就是一个 支持区 什么支持区 前浪顶 就是16.5 支持区 以至 近期多次 考验了17.5 左右 就反弹了 这个可以叫做密集区的低位 这个区间被买入 如果穿了的话 看到这些位置可以吸纳 穿了16.5 就算数了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个都符合博反办买入法的 准则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着 16.5 至17.5之间 在一个可以吸纳的位 穿了16.5 就算数了 这个就是2628 还有朋友 345 维他奶 相识再同年 维他奶近期就 好一些 之前就 很弱的 之前公布业绩 出来 情况 盈利 没大家预期那么好 息又派 没大家想象那么佳 这一度 就不断跌下去 加上 他之前炒得很厉害 有一段时间 估计炒到飞沙走石 跌到很厉害 跌到 3元都没坏 最低 25.7.5 最低 近期就 铲上去 他的走势 怎么看呢 这段时间铲上去 就已经 突破了 下降轨了 走势 就转好一点 走势 正如朋友所说 他短期的升幅 比较大 虽然他突破了下降轨之外 就突破了几条平均线 走势是转均的 但是 这个位置现在才冲进去 可能 短期 有点吃贵 因为 25.7.5 冲到30 短期累积的升幅就大了 今天收30.4.5 如果吸纳 不妨等他回回 因为短线 累积升幅 但是又贴近了 他之前有一个 在七八月间做了一个密集区 这个密集区 介乎 32元 到30元 之间 一个横行了很久的 估计升到这些区 今天升底了 升到这些区 之前横行区买了的 就会沽了一些货 所以 预期在这些位置 30至32之间 就有回途压 所以不用急于卖团 就算想买 让他回远回来 25 升到30元 回远回来 考验 重要的平均线 吸纳都不迟 平均线大概是多少呢 28元左右 所以大家 10千20千线 大概 28元左右 所以 就算有兴趣 就等到27-28元 特别是28元左右 才能及立博 再测试 之前的高位 密集区 刚才说了 密集区 顶部32元 可以这样 策略 考虑 另外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 再说一下 2342 2342 经讯通讯 2342 2342 2342走势 很普通通 因为它一直下跌 今天 2342 收3.1毫半 跌2.5% 跌2.5% 比市场跌得更多 而且 就穿了近期的密集区底部 短线 估计是弱势继续 所以如果没有货的 就不要急着买了 等它 考验了重要支持位 重要支持位 就是2.9% 这样 从长计 这些位 就跌5个了 还有监制 监制先生 说完这只 3861 说完这只 就要结束了 因为节目也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 如果有兴趣 可以 好 是386 还是怎样 2,2,4,1 看到有些故障,真的 突然有些故障,等一會,不好意思 阿里健康 阿里健康 這幾天就升上去,這陣子也 比較強勢 阿里回軟,這陣子就跟著回軟 這陣子就跟著回軟 阿里上去,他就跟著上去 這隻股份,現在很明顯 今天就挑戰 50天線,阻力 逼近50天線阻力 這陣子走勢強了 突破幾條平均線 但低位升上來也不少 而且逼近50天線 估計在50天線左右 會遇上回軟 因為這陣子走勢強了 這陣子走勢強了 這陣子走勢強了 既是50天線 也是接近前浪頂的阻力 因為前浪頂 是9月初做的前浪頂 也是19個多 加上,20元心理關口已經近在眼前了 最近的小子走勢強了 反覆向下 你可以從前高位24個半 開出下降軌 而下降軌 下降趋勢,下降趋勢还是偏弱一点 现在反弹上去,反弹到一个重要的平均线 50天线,以至前浪顶阻力,加上20元心理关系 所以这个位置追进去的风险比较大一点 就算有兴趣,也不要急着买了 因为刚才说的,三重阻力位是逼近眼前 先让他回吐,考验20天线的情况再重强计议 20天线大概是18.5左右 所以大家留意18.5这位置,可能要短期再回试 18.5这位置再整固一下,再有一个新的方向出来 好了,说到这里,因为节目时间都够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